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本集看點海賊王整數集出現的都是 引領幫助魯夫的神級人物 那麼1100話是否也會有這個人物的出現呢?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海賊王一直以來整數集都會有很酷的人物登場 從第一集就開始了 我們先來盤點這些在整數集出場的人物 海賊王第一集出場的傳說人物就是羅傑 羅傑出登場就等於海賊王的開端 開場就在雛心台上面 羅傑在台上說了 想要我的財寶嗎? 如果想要的話 那就到海上去找吧 我把全部都放在那裡了 結果全世界就開啟了大海賊時代 但同時也不能忘了第一話還有紅髮這個人物 這其實蠻重要的 等等會提到 紅髮在開場就與魯夫在風車村有劇情 紅髮不小心給魯夫吃下了橡膠果實 而紅髮最後還為了保護魯夫 失去了一隻手臂 最後魯夫因為紅髮想踏上海賊的道路 第一 羅傑或者是紅髮 再來就是海賊王一百話了 龍在漫畫中出登場 他出場前魯夫被八旗斬首時 一道閃電打下來 魯夫神奇的活了過來 龍就出場了 所以大家都懷疑那道閃電是龍做的 而他出場的時候是伴隨著一堆文字出場的 應該是他想起曾經有人說過這段話 說了這些事情是沒辦法阻止的 被繼承下來的意志 人的夢想 時代潮流 只要人們繼續追求自由 這些事情就絕對無法阻止 這句話就是羅傑本人說的 龍接著說 海賊啊 這樣也不錯 這句話似乎就是在對魯夫說的 而魯夫緊接著被施摩格抓住了 已經沒有逃脫空間了 這時龍再次帥氣登場 施摩格說了 世界政府很想要得到你的手機 龍說世界正等待我們的答案 然後就起風暴了 龍說了快走吧 如果這是你作風的話 施摩格不解的說 為什麼你要幫他 龍回答說 你沒有理由阻止男子漢踏出了第一步吧 以上就是龍一百化出場的鏡頭 出場給出了兩種可能的能力 那就是風雨雷 這與當時羅傑蔑時金獅子的對戰一樣 突然刮起風暴閃電 所以當時給出一個理論 那就是當時這場戰役 就有龍果實實用者在現場 又或者說龍舊在現場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 第一百化 多拉格龍 再來就是海賊王五百化了 這化原本是下坡地豬島要舉辦奴隸販賣 人販子對奴隸非常粗暴 一直對他們抓到手奴隸動手 結果人販子就倒地了 這時一個巨人奴隸說了 喂老先生別裝蒜了 剛剛的霸氣是你死出來的吧 你到底是什麼人 鏡頭轉過來我們就看到雷莉 雷莉還在裝蒜 我是一個當上魔工人的老頭 我非常喜歡年輕的女孩子 但韋田也沒有在場 直接公布了她就是羅傑的右手雷莉 雖然雷莉曾經在很早期 八起回憶中有提到她 但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回憶裡的人是雷莉 雷莉正式登場應該還是五百化比較合理 第五百化雷莉 雖然雷莉沒有上面兩個人那麼頂尖 但是韋田是有她的用意的 這四人基本上都是引領魯夫出海的幫手 有引領海賊時代羅傑 有讓魯夫想當海賊的紅髮 有救下魯夫生死時刻的龍 或者你說他是父親 而雷莉就是魯夫的師父 可以說整數級出場的人 很明顯就都是對魯夫很重要的人物 這是韋田故意埋下的一種很酷的設定 而在海賊王一千話的時候 大家也很期待有一個強者可以出現 但沒想到韋田反手就來個更酷的 那就是一千話就是魯夫本人 當時劇情還在合織國 是凱多大媽VS草帽一群人 雖然沒有特殊人物出場很可惜 但我倒覺得這種排序法很有趣 從一開始領導魯夫出海的人 最後一百化就是魯夫自己 第一千話魯夫 那麼就來到本影片要分析的地方了 剛剛說的都是海賊王整肅集 而下個整肅集到底是什麼時候 是一千五百化嗎 應該不是 因為那時候應該都結局了 所以目前最能代表整肅集的應該是一千一百化了 我們先假設一千一百化會出現一個很酷的人物 一千一百化就適合非常多人的出現 因為現在的故事是在大雄回憶中 而故事隨時都會切到蛋頭島 因為回憶都差不多了 我們先以回憶會切到蛋頭島來分析 蛋頭島現在草帽一夥就遇到了巨大危機 非常需要一個人的登場 目前有三個最適合在一千一百化出場的人物 首先就是大雄了 大雄前幾話就很想去一個地方 從桃色島撞到紅土大陸 再次逃跑 所以能聯想的就是 他想要去偉大航道的另一端 而另一端就有蛋頭島這個選項 因為桃色島就在偉大航道前半端 而蛋頭島是在後半端 假設熊真的想去蛋頭島的話 以剛剛的鮭魚來看 整數集都是沒有重複的人物 而且都引領著魯夫來看 大雄絕對是那個最適合的人物 你可能會說大雄哪裡引領魯夫 可以說韋田給出大雄這個角色 就是一輩子都在引領魯夫 大雄從小時候就崇拜尼卡 而他第一次遇到魯夫是在恐怖三位返船 為了救奄奄一喜的魯夫 大雄把魯夫的痛苦全部吸了出來 而在下部滴珠島 更是直接拯救了草帽一虎 讓他們逃離黃原的追擊 把他們拍飛到自己可以提升能力的地方 最後還幫草帽團保護了桑尼號 可以說大雄就是知道魯夫是尼卡 一直在保護著他 而大雄的回憶一直提到一個人物 那就是土星 土星在劇情可以說是一生只針對大雄一人 從一開始的奴隸 再到神之谷相遇談話 再到大雄被貝加龐克改造 可以說全部都有土星的事情 而這次彈頭島也有土星的事情 所以可以說大雄劇情就與土星很接近 所以雖然大雄沒有以上這些人那麼強 但是引領魯夫這條路線 還有劇情目前的發展 大雄絕對是最適合的人物 而且彈頭島現在他的女兒玻璃也有危機 不管怎麼看 大雄應該都是最適合支援彈頭島的人物 第一大雄 再來就是龍了 海賊王第一百話是龍的初登場 而一千話是魯夫 不知道韋田會不會故意玩一個對立 那就是一百加一千 等於一千一百 意思就是一千一百就是龍和魯夫再次合體 雖然聽起來很蠢 但是韋田是很愛玩這種數字遊戲的 很多伏筆都是在數字上面發現的 而龍到彈頭島有非常多的動機 像是貝加龐克一開始就說他要死了 龍就有動機來了 還有大雄離奇失蹤 還有彈頭島報紙已經出來了 龍都有動機去幫魯夫 第二龍 但我覺得一千一百話還是大雄出現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大雄是用船送飛過去的 而龍要過去應該也只能開船 除非他真的可以飛 那麼才有機會趕上大雄的腳步 但假設大雄真的要去彈頭島 怎麼說都是大雄要先到吧 除非大雄不去彈頭島 那麼才有機會是龍來支援彈頭島的 所以我覺得熊是一千一百話的主角 而龍要到的話是在之後的事情 最後就是配了上這個極速的人還有一人 那就是海賊王的左手甲巴了 但他只配了上這個頭銜而已 並沒有什麼動機 第三甲巴 以上這三人就是一千一百話最有可能 且最有資格出現的人物 我的結論就是大雄最有可能 大家覺得我有漏掉誰嗎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大雄的回憶繼續 那麼就很有可能一千一百話就是大雄本人 因為回憶現在就是繞著他在轉 但是他還沒來到彈頭島 當然一千一百話也可能不是尾填心中的整數級 畢竟前面一、一百、五百、一千 都是很明顯的整數級 那麼一千一百話是平凡的一級也是有可能的 但這也無法阻止我們對一千一百話的期待 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 大雄或者是龍突然站在土星前面擋下攻擊 畢竟誰不喜歡英雄最後登場的畫面 當然也有些人覺得魯夫靠自己比較帥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說 你心中最期待的畫面 如果喜歡以上分析請點個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B站演算法讓更多人看到感謝 也歡迎加入我的DC 一起討論海賊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